哈喽啊 今天修个啥呢 鸡哥 这是一台机械革命 怎么坏的呢 也是有点倒霉啊 打翻了茶杯 浸了点水 然后再次通电呢 就无法开机了 这莫非是怕它上火 提前给它降降火 拆开来看看先 有点灰尘 但不是很多 先把电池给断开 进水的电脑 怎么还能通着电呢 乍一看还行哦 因为它这一面的话 好像没看到什么进水痕迹 它进水的话 是从键盘底下进的 把主板翻过来看看 要不怎么说 鸡哥的电脑设计的好呢 哎 你看主板背面 有一层贴纸 这要进的点水 不都全被贴纸给挡下了吗 是吧 这一面确实有一些 进水痕迹啊 这个水质都已经干了 但主板那边有一层贴纸防护着 撕开贴纸看看 哦 这里确实有一点发霉啊 好像是腐蚀了两个电脑吧 应该是 还好 这么一点问题不大 这是怎么回事呢 哦 贴纸上有个洞啊 这好好的贴纸 干嘛要设计个洞呢 这浸了点水进去 就把电路给腐蚀了 不过有这个贴纸还是蛮好的 至少挡下了90%的攻击啊 这一块我看了下也不是很严重 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腐蚀痕迹了 这个显卡应该是新款的显卡 看它的供电已经是不用8691了 但是也还是同一个公司的新系列产品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有大面积的损坏案例啊 也可能是比较新款 这么一点进水 那洗半水擦一下就好了 都甚至上不到水洗烘干的步骤 洗完之后我们检查一下电路 奇怪 这一块电阻没问题 组织没变化 也都没有断线 那看来不应该影响它工作啊 其他地方我也检查了一遍 都很干净 没有看到其他的进水痕迹了 那先插电 看一眼电流先 一插电呢 就是0.05 哦 开关灯已经亮了 这个板子呢是自动触发的 电流能上 只能上一点点 这个电流呢 应该跟刚刚那个进水没多大关系了 刚刚那个进水进的是充放电芯片 它都能上电 那就跟那个电路没多大关系 先检查一下供电吧 排查了一圈供电 我发现基本的供电都已经齐全了 唯独缺少了CPU供电 像0.75和1.8都已经产生了 这个是DD25的内存 它的内存供电是做在内存条上面的 既然是进水坏的 还是再仔细检查一下板子背面吧 我是仔细看了一圈啊 外观上根本看不出其他问题了 都很干净啊 一点氧化痕迹都没有 说是打翻了半杯茶杯 但真正腐蚀的就那么一点 奇怪了 还是来查查电路吧 先找一个图子 打开点位来看一看电路 先排查一下CPU供电吧 因为毕竟其他的供电都出来了嘛 按照时序呢 上面的这些供电啊 刚刚检查了一遍 1.8V 35V 0.75V都有了 按照顺序呢 也该轮到CPU的核心供电了吧 在CPU供电产生之前呢 会有这么一个PC信号 All System Power Good 这个信号呢 就是用来提示CPU供电该产生了 其他的供电都已经就绪 就等你了 这个芯片汇总以后 直接送到了CPU核心供电的1N 三个角 这个芯片管核心的三路供电 测了一下 核心供电呢 是一直没有的 芯片的1N 是有高电压的 芯片的供电 也是正常的 供电正常 1N也有 其他的电路查一下都没问题 那二号不说 直接先给他换个芯片来看看 这个芯片呢 它本身是自带了程序的 所以呢 尽量是找同型号的板子 拆过来 换完芯片之后 我们再来测量一下供电情况 三天之后 CPU供电已经出来了 三路供电已经全部产生 此时看电流呢 也跑上去了 可以跑到1A2A 这是一个正常的跑码电流 AMD的CPU供电 还是算好修的了 供电有了 有1N了 那就可以了 它不像英特尔的 还得汪汪烙烙烙 供电修出来之后 亮机自然也是不再化效 这个中间虽然是走了点弯路 因为一直在查进水 CPU供电这一块很干净 一点进水痕迹都没有 但就是被它影响到了 很神奇啊 后面进系统呢 给大家测试一下键盘 因为一般进水电脑 特别是键盘进水的很容易坏 但是这个运气还好 键盘涨时还没坏 这个呢也是比较新款的配置 7代锐盘润龙的 3050的显卡 运气不错 放杯水上去 只坏了一个小芯片 感谢观看